哈喽 大家好 我是樱桃 我是小丸子 樱桃实验小课堂又开课了 那樱桃姐姐 这次给我们带来了 什么好玩的科学实验呢 嘿嘿 在开始之前 请小朋友们做好小马扎 拿出纸和笔 睁大眼睛 仔细看哟 嗯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和屏幕前的小朋友们都准备好了 嗯 那我们就 开始喽 小丸子 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 不直接用手的情况下 如何用这张纸片 将两个区别针儿别在一起呢 让我试一试啊 不用手 这怎么弄到一起啊 不行不行 樱桃 你就别卖棺子了 快告诉我吧 首先 将这张纸片 转成S型 就像这样 然后 把区别针 叠在纸的两端 夹住上下两层 最后 两只手分别 抓住S型纸两头 迅速 把纸拉平 往后 迅速 把纸拉平 哇 小丸子 你快看 这个区别针儿 是不是也在一起了 哈哈 哇塞 好神奇啊 不行不行 行 我也要试一试 嗯 好了 现在已经夹好了 哇 太棒了 我终于成功了 这也太好玩了吧 不过 为什么一张纸 就可以把两个区别针儿 别到一起呢 拓扑学生把这个现象叫做 曲线转移 也就是原来纸片叠成的弧形 在拉直纸片的时候 转移到了区别针的身上 哦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我又懂了 小朋友们 你们明白了吗 如果想知道这个转移过程 是怎么样的 可以在拉直纸片的时候 放慢一点哦 对这个实验感兴趣的小朋友 可以像樱桃姐姐一样 动手做一做 体会一下这个实验的乐趣哦 嗯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 我们下期待 小丸子 我还有一个实验呢 更好玩 哇 不是吧 还有一个 这个实验叫 尾全息投影 尾全息投影 这是什么呀 听起来好高大声啊 全息投影技术 也称虚拟成像技术 是利用干涉和演射原理 记录并在线 物体三维图像的技术 1947年 英国物理学家丹尼斯·盖博 发明了全息投影术 他因此获得了 1971年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 哦 原来这就是全息投影技术 我又长知识了 是不是很厉害呢 那么今天 就让你实际来感受一下 上道具 好了 这个实验的道具 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把剪刀 一个矿泉水平 哇 好期待啊 首先用剪刀 把矿泉水平的这一部分剪下来 小朋友们在剪的时候 可以请家长帮忙哟 剪下来之后 用力把它压平 然后打开 旋转90度 再压平 然后再打开 这样 它就形成了一个 道金字塔的结构 哦 好了小朋友们 现在提前拿出我们准备好的 3D全息投影视频素材 把这个道金字塔结构 放在手机的中间 现在可以播放全息投影视频了 关灯吧 6 I'm afraid I'ma fuck it up I'ma leave you stranded Cause you ain't ever left me empty-handed You know that I know that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So baby stay 時の忘れ 今宵 共に歩いた日 月明かり昇る頃 灯る赤蝶神 祭り囃子の暗符 ふわり町が 月明かり昇る頃 哇 這也太漂亮了 長健所 好了 小朋友們 今天的實驗小課堂到這裡就結束了 你們還知道哪些有趣新奇的實驗呢 可以在評論區告訴一花姐姐喲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